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作为一款Mobo手游 无论是在英雄数量还是在玩法模式上来说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在《王者峡谷》里有一个非常没用的刺客 这是被很多新手玩家忽略的 这个刺客在前期所向披靡 不过稍微被针对后就基本没用了 低端局虐菜可以玩玩 但同等水平下这个英雄根本没有出场率 但近期因为天美的一次改动 这个刺客重现江湖成了《王者峡谷》的杀人魔王 这个英雄不是韩信也不是纳可露露而是蓝灵王 蓝灵王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刺客英雄 他的技能机制完美契合刺客英雄的定位 尤其是他的隐身技能无形中给一些C位带来了压力 不管是干客还是打团都是让人非常忌惮的点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 可能你稍微不注意就被秒了 简直防不受防 蓝灵王在改版前只有三个技能 在改版后蓝灵王大招变成了两个技能 这一改直接让蓝灵王闲鱼翻身获得了一次加强 蓝灵王改版后在一级就能隐身 24秒几乎能保持全程隐身 切美这部蓝灵王调整幅度算是很让人满意了 不管怎么样总比没有改动的要强 很多喜欢蓝灵王的玩家看到希望了 这个英雄总算有点可玩性了 不显改版前那么没用 对于现在的蓝灵王 各位小伙伴是怎样看待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